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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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这一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神在上面 我们每一个人敬畏神 博士敬畏神 路德跟拿密是信靠神 博士敬畏神 路德跟拿密是信靠神 神就使得他们人跟人之间可以彼此信任 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来 我的理解就是说 作为人首先要相信神 然后再去依靠人 然后再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那我们的结果就是更好 是第一个目的 对 很好 心靠神 依靠神 做神做事 我们的主要分享 就是从拿密被彼得进化 这个信心上非常的肯定 看得出就是说 拿密很懂这个神的心意 因为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说 波拉斯 他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艺人必然见语 他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就是拿密 他很懂神的话语 所以他就知道 波拉斯是他的一个既旗 所以 波拉斯又是一个懂 就是说遵守神话语 所以他从这个很多考察 所以他判 他有一个信心就是说 他这个计划 其实能够成就的 所以比如说 我们那个 李威斯子学 那些好语者 比如说 你有时候求什么 原本 正面上说 我们求什么 我们必应许 其实什么是神的心意 我们继续要读乎神的话语 我们才能像阿弥陪一样 有什么对神特别有感受 就是说 好 谢谢 上帝的事工 知道神的心意 按神的方式做 就一定会看到神的成就 那问题是在于 上帝的事工 我们却不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按自己的方法去求 然后呢 没有看到成就 所以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其实是因为 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 那怎么了解神的心意呢 就是敬畏神 跟神的心意有关系 路德是如此 南阿弥陪是如此 波瓦斯也是如此 因此当他们之间 有共同的 必须要有交集的时候 不论是在婚姻上 不论是在田地上 不论是在关系上 都看到上帝的祝福可以引导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还有没有 来 那个老师 我不是说这个 您这个人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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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南阿弥陪让这个人 能不能去找 啊 说 遗憾 他特地 着重一点 就是说 却不要让人们认识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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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要认识 然后还有 他最后还说 他必告诉 人所当境的事 然后A后半部分 这个 这个 波瓦斯被驚醒了以后 然后这个 这个人说了 这个事 那 前面 这个 我觉得有点 前面有点 就是 不认识 不认识 竟然是不认识 不认识 这个人 好 就是叫他止气 然后 不要使他人认出你来 这个不要让波瓦斯认出 他是路德来 好 各位想为什么 为什么被 这样分布 叫他沐浴 叫他高 然后 这个他的脚底下 这些都是 正常的程序 好 那为什么不要让他认出来 来 拆下来 你说什么 为什么 好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觉得他能强劲 然后 别人会支持点语 就是 就会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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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应该是这样的 善理的那天后 有这么很大的 邵远 他这样跟高尤 跟高尤 迎接他 这样他也很纯洁的一个人 女人很高 因为他也是上帝所恩赐的 所以说 也想他 自己有着 那么爱心 有这样的纯洁的人 又到他们该属于这个地方 我想我们应该这样理解 就是 他不要让你认出你来 主要是说 不要让他知道说 原来有一个名字在这边 因为这样的话 瓜是睡不着觉 所以他事先就知道 路人来了 那他不是睡不着觉 所以呢 让他先不知道 不只是认不知路的 也根本不知道有人 来睡在他的脚边 也不是睡在很远的地方 他就知道说 原来这是寻求必复的意思 他就了解了 然后又知道是路德 他就更清楚 他就清楚知道说 那这一定是 就是纳米叫你来 或者的话 路的一个外方移植 应该不导正去规矩才对 那他就想到说 原来纳米只是路德 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规矩 来寻求波拉斯的保护 那如果事先已经先知道了 那他这件事情就 就 就 一开始就是这样 而且那时候 到了时候 那就 他一认出来了 那这整个故事好像 没有那个 驚 没有那个surprise 就是没有那个很 很 很惊奇的效果 因为半夜的时候才发现 那他就知道说 这名字是付了代价 他是很认真的 他那一词 默认很迫切的来学习 是这样的 我相信应该是这样 圣经没有明确的说 好 来 为什么要等到波拉麦的时候 他会怎么直接去他家里面 好 波拉麦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事情 就是这个 波拉斯跟他的工人一起 坐在麦腿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 比如说 波拉斯的围廉 是如此 他也跟他的底下的围廉 一起同肝共苦 另外 后面呢 就是到波拉斯的家里面去 波拉斯的家里是有 妻子有孩子的 应该是有妻子孩子的 他已经是中英人 又是大财主 一定是有妻子跟孩子的 那到他家去的话 等于直接去求婚了 这就有点太疼苦了 所以他这件事情 又不愿意太明显的来做 因为还有一个资金的亲属 那万一资金的亲属 知道了说 路德宜先找了波拉斯 那资金的亲属 就是说你 对不对 就是我 我也不愿意介入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要保留一个退步 就是说 我在大麦庭 因为大麦庭 不会有其他人在 而且是很晚上的时候来做 不要让他认出来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波拉斯认不出来 其他人也认不出来吧 那这样的话呢 这件事情 万一波拉斯到时候觉得说 我不愿意做 所以我不想做这件事情 或者波拉斯愿意做 但是呢 他还没有得到自己的亲属 到底那边的意见会如何 这样的话 他就保留一个退路 保留一个余地 保留一个退路 这件事情 不能公开的先 公开的来做 意思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 既然知道波拉斯 已经第二章 已经知道波拉斯的围廉了 他就直接就到 波拉斯家里面去不就好了吗 他就叫人去提亲 就直接是这样 但是 相信一定是因为 他需要保留一点退路 因为 还有人自己的亲属 万一那自己的亲属 很想取路的呢 或者是他 他那个可能也 他不是很想取路的 他也想得到那块地 对不对 所以万一这自己的亲属 他说 我为了得到地的缘故 我也录得也许啦 虽然我喜欢他 但是我也许啦 那波拉斯就不能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 哪里去找 波拉斯 结果波拉斯又做不成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话就 如果他没有成立前 他有点保留 我想保留一点退路 保留一点原地 相信是这个原因 好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这一张证经 我们要看到神 神人关系 刚刚讲到 人与神的关系正常 两个个别人与神的关系正常 然后人跟人的关系就会正常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重点 让你看见 不其事件是如此 同工事件是如此 如果同工都爱神 我们跟神的距离 都是相同的 就不会有一个歪斜的三角形 那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 都是正常的关系 然后人跟人的关系 就会在一个正常的关系里面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这边对你也讲到 到底是神的主权 神的主权 人要不要信责任呢 你看 那在这里是 拿李贵路德的婚姻来着想 为婚姻来着想 那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应用同样的原则 在我们今天呢 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姐妹 特别是年龄稍微大 那我们该不要也是 用这样的方式去找被伤 可不可以用路德 怎么样的方式去做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要不要鼓励 直接年轻大一点的朋友 姐妹 特别妈妈其的 那也是帮助这些小姐妹 像路德一样 帮助他们说 你帮女性 继续勿议 然后去去找一个 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样做吗 可以 可以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原则 我们要看原则 不能用同样的做法 但是用同样的原则 到底有哪些原则 是我们可以猜到的 首先我们知道 阿米 路德 他们对上帝是有信心的 他们对上帝有信心的 他们愿意投靠 然后也要把翅膀底下 他们愿意信靠神 当他们决定回到火力困的时候 已经知道说 可能前途茫茫 但是他们愿意信靠神 所以 首先对神有绝对的信心 虽然他们不知道上帝 会用什么方式 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或者婚姻的问题 但是他们存着信靠神的心 说我第一次跟着神 其实看起来没有希望 其实看起来好像 没有一个具体的前景 我已经看得到 但是我愿意 凭着信心 相信神 就像阿伯拉罕 离开本地本主户家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而且在哈勒天堂的15年 才到了上帝要他去的迦南地 所以呢 阿伯拉罕的信心 路德 南米的信心 都是对上帝有决定的信心 相信祂是眷顾活人死人的神 相信祂是 让我们能够到的迦南地 那么今天上帝同样的 也会眷顾我们 我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 虽然四世纪的时代 看起来 国家社会都非常的黑暗 也常常被异群所侵略 魔药的也曾经侵略过他们 那我们现在从魔药帝回来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种处境 但是祂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第一个 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是我们对神有一个绝对的信心 相信神一定能够是眷顾活人的 相信上帝一定会行神迹其事 会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来胜过一切的困难 这是首先对神的信心 那第二个 我们对神有信心 那是阿尔米跟路德 他们也尽人一切能够尽的责任 你看他们就去减半岁 虽然他们不知道 减半岁能够得到多少减半岁 可能只能维持几个礼拜之久而已 但是我现在尽我能够做得 好好去尽我当今的责任 按我的能力做我能够当做的事情 路德跟阿尔米只能减半岁 阿尔米也不能减半岁 可能只能把路德减半岁 组成一个希望 因为半岁很少很少的 但是路德做他做的 阿尔米做他做的 他们中心尽自己当今的本分 上帝的时候到了 上帝所预备的人出现了 然后呢我们所仰望的信之 守望之士的实底之 慰见之士的确计 就开始落实了 这是我们从路德记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事情 那当阿尔米 首先只是去捡麦穗 好的那捡了麦穗 知道是波瓦斯的麦穗以后 阿尔米呢他就 从他的知识里面 他就更积极的能够做他要做的事情 他让路德专心去波瓦斯的麦田 为什么要去波瓦斯麦田 为什么 因为波瓦斯是他的亲戚 波瓦斯已经是他们自己的亲属了 所以呢 波瓦斯一定会照顾他们 那这样的话 你何必舍近求远呢 这当然是尝试 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 我相信 阿尔米一知道波瓦斯 是他们自己的亲属 而且是大地主 他们因为过去十几年没有联系了 所以可能失去了消息 现在知道说 原来他现在混这么好 那那阿尔米呢 那阿尔米就开始了 你看阿尔米就开始 他已经开始在预备了 他说你已经尽管安心等候 然后我要为你来预备来安排 所以他就想安排路德到波瓦斯的麦田里面去 事实上你看到这也是一样 阿尔米尽他的本分 尽他的本分 按照他的知识 按照他对神的信心 按照他对人的信心 他让路德做一些主动的工作 这个主动刚刚讲过 是带着一点冒险性的 因为这个主动 万一那个自信的亲属 愿意赎地 愿意取路德 那么他去找了波瓦斯 这件事情就等于叫做 叫做为他人做嫁衣赏 对不对 他就等于没有完成 没有办法嫁给波瓦斯了 那阿尔米一定是希望路德嫁给波瓦斯的 所以他主动去找波瓦斯 没有去找那个自信的亲属 是找波瓦斯 那让波瓦斯来成全这件事情 他知道说波瓦斯一定会尽责任的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如果波瓦斯愿意取路德 一定也要先把那个 自信的亲属 那个部分要先解决了 他才会做这件事情 好 那显然就是他对波瓦斯有足够的信任 因为对波瓦斯足够的信任 而阿尔米也尽他自己当尽的本分 最后波瓦当尽的本分 怎么教导他的媳妇 路德也尽他当尽的本分 虽然心里很坎坷 也觉得很紧张 但是他还是愿意顺服 去做他当做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原则就是 一方面我们对神有信心 一方面人尽人当尽的本分 好 弱势 弱势我们教会当中 有一些弟兄姊妹 好 现在弟兄比较少 姐妹比较多 那么姐妹在考虑到 到底婚姻问题怎么办的时候 好 我们不要随便去乱找一个 对不对 不是乱找 好好的祷告 让神带你到波瓦斯的麦田去 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神来引引你 好 再来他们办 那一般姐妹们当尽的本分是什么 也就是说 姐妹们 如果你攀矿说将来结婚的话 那就不要只是在埋怨 神啊你怎么还没有为我预备 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了 然后你到三十岁了 然后接下来到四十岁了 那怎么一直还没有出现呢 波瓦斯在哪里呢 好 在波瓦斯还没有出现之前 我们像路德一样 我们该 在锻炼身体的 没有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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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不了几天 因为我要脱背了 没有锻炼身体 对不对 好好把身体锻炼好 还有呢 像马上你叫他把衣服也打扮好 不要红头过面 然后穿着睡衣 在家里面放来放去 即使没有上班的话 在家里面也穿着正常的衣服 不要穿睡 不要穿睡觉的时候的衣服 在客厅里穿客厅的衣服 不要在客厅里穿睡觉的衣服 那即使没有上班 上班当然穿着整齐一点 然后总之就是说 我尽我的本分 做我当做的事情 我学好我怎么做家事 我学好怎么把一些家人 要失礼的 管理的东西 尽量做好 尽量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能力 这样的话 我既可进可退 如果结婚了 那我就可以有丈夫一起来帮助 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我自己还是可以成立一个家 如果不是只愿意有房子的话 还是可以自己成家 那自己成家的话 就找一些姐妹们 一起来成家 就是我们一起来 把这个家弄得像一个 一个家的氛围 都是像鸡窝一样 不是 让你的家整齐干净 让你客人来 或者你自己回家来 都觉得说 这是一个家 这不是一个彼此住的地方 这是一个家 我回来就觉得 你姐妹们彼此 还为彼此帮助一起离休 那也是彼此帮助 神当初设立婚姻的梦里 是说那人主居不好 我要找一个配偶来 帮助他 对不对 帮助 所以妻子的本分 本来应该是帮助丈夫 但是因为忍患罪了以后 忍患罪以后 妻子后后没有记到 帮助丈夫的本分 是绑住了他的丈夫 把丈夫绑住了 绑住是什么呢 就是本来应该是 亚当夏娃出面了 结果夏娃自己就出面出来 她就自己去吃果子 然后又让亚当去吃果子 就是她僭越了一个 领导者的地位 那么她 本来上帝给女人的祝福 是要生养众多费的地位 对不对 就是人类第一个祝福 是养众多费的地位 就因为她的地位错乱了 好 现在生孩子变成什么 要受生残之苦 你看就在生残上 变成一个众主了 生残会变成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醉死的整个本来 正常的男女关系 使得一些正常的殖分 都错乱掉 那这种错乱的情况底下 我们回归到上帝的面前 那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同样都是敬畏神 无论是有家庭的也敬畏神 没有家庭的 没有结婚的也敬畏神 然后我们觉得敬畏神的心 也一直帮助 夫妻能够彼此帮助 这是最正常的 如果夫妻不能彼此帮助 那么就必修 必修 姐妹跟姐妹之间 彼此帮助 让我们能够成全上帝托物 给我们的使命 可是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出路 也是今天出路 最近我在看一篇文章 叫姐的时代 姐的时代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过去女人的角色 就是妈的责任 跟妻的责任 现在多了一个角色 叫姐的责任 大姐的女子 也就是说 很多人现在没有结婚 那她没有结婚的话 她要像 马大马利亚的家庭一样 做马大 因为马大马利亚 大概都没有结婚嘛 那马大就显然就是一个 姐的角色 她做姐的角色 就是照顾她的弟弟妹妹 或者是 照顾她周围的人 她做一个姐的角色 那如果上帝让你做妻的角色 妈的角色 当然是很好 这是传统的 正常的角色 但是如果没有 做妻跟妈的这些机会的话 你也做好姐的角色 做好一个姐 老大姐 老大姐的意思 你也做好姐的角色 能够独立 能够自主 能够知道上帝 甜蜜的使命是什么 而且跟其他的姐妹 一头来塑造一个家 来完成一个家 达到互相帮助的目的 本来夫妻互相帮助是最影响最好的 我们要做到 至少姐妹之间彼此互相帮助 也让这个家 成为一个有家的实质 虽然没有家的那种样式 但是我们有家的实质的功用 这也是我们应该记得本分 我们要强调的就是 神跟人的关系 神跟人的责任 我们对神有信靠 虽然 我们现在40岁 50岁 还没结婚 我们仍然信靠神 相信神会 会有预备最好的 预备可能是 到60岁的时候才结婚 这是一种预备 另外一种预备 就是说 我一生都没有结婚 但是我却成为一个姐 成为一个属灵的姐 那在教会历史当中 你看很多姐 很多姐这样的人出现 像到印度去做宣教 一个叫Amy Karmaito 贾爱美 她一生53年在印度 都没有回过 她从英国去了 印度以后 53年之间都没有回过 她没有结婚 但是她当然照顾那些 印度里面的孤儿 印度的孤儿 特别是被卖到庙里面去 当小妙妻人 她把这些人救出来 然后呢 照顾他们 帮助他们 让他们长大成人 那她是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同样的 同样也是很伟大的一位母亲 武士兵的母亲叫Monica 耶稣的母亲叫玛丽娅 耶稣的母亲叫玛丽娅 耶稣的母亲叫十三 她们都是做妻又做妈的角色 她们是很成功的这个角色 但是教会历史当中很多姐 很多姐 就是没有结婚的姐 像中国人当中 蔡淑娟 像 苏文佩 这些已经去世了 她们都是没有结婚的人 但是她们却有 极大极大负欠 她们有很多属灵的儿女 有很多属灵的地里面 是在她们的照顾底下 上帝仍然 重要答案 好 我们回到正题 正题就是说 神的引导 对神的信任 以及我们尽人当心的责任 不要一直在那里 埋怨的时候 为什么上帝没有让我 进入到婚姻的关系中 有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有主动 所谓主动 就像 男儿女教路德一样 主动就是 建立一些接近的关系 建立一些正常的接近的关系 比如一起去参加短圈队啊 一起来参加这个培训 这个阳光的这个夏日营 一起筹遍一天聚会 家人有自然的接触 有自然的彼此了解 那这也是算是一种主动 虽然你做这个目的 都是为了要找一个对象 但是你在参与释放的过程 让你自己不要封闭 就是要开放 走出自己的教会 走出自己的圈子 然后去参与短学校 参与一些释放 这是有时候也是需要主动 我有两个女儿 我的大女儿很正常的毕业以后 过几年就结婚了 那我的大女儿呢 因为她一边在学校教书 一边有读研究所 所以她功课非常的重 然后又非常的忙 等于全时间的教书 又全时间读研究所 所以她一直拖到30岁 31岁都没有结婚 那我们当然也为她着急 她当然自己也着急 但是我们也为她着急 我们又不敢表现出来 安安的来招职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普遇她说 因为我们这个教会 虽然已经是很大的 有两三百人 他们是在宴闻堂 但是呢那些男生 不知道怎么搞的 都是很早就结婚了 所以呢 像她这样过30岁的话 完全都没有 没有任何对象 一直都没有任何对象 所以我们就普遇她说 老们不要只在教会 这一模三分地里面 就是参加一点 跨教会的营会 参加短圈队 比如他们去 去大西地的短圈队啊 去别个地方的一些短圈队 在短圈队里面去认识一些地方 因为短圈队 最容易看出一点的本性 那睡觉的时候 那个 虽然当男女朋友分开睡 但是那个声音 有没有很大声啊 就是 或者是她一个是不是 丢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你看就看到她的个性 还有本身对的话都要同甘共苦的嘛 要煮饭的 要洗衣服 要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看出她的个性如何 所以呢 反而是在这种跨教会的聚会当中 可以终于找到她的对象 结婚的时候33岁 好 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也会主动一点的 尽量有点接触 我想我们接近去办这些活动 或者我们参加跨教会的这种大步道会 也都是让我们可以跨教会 来接触的一个机会 我们像这些开放 当然参加都不是为了要找到对象 但是我们存在开放的心 我们还是可以有点主动 这是应用 这叫应用 我们把你录的 把你录的这个应用 就是神的主权 我相信神的主权 我们对神对人有信心 但是我们也尽人的责任 那我讲我们在台湾下一位 一位医工的姐妹叫做林慧隆 以前做我们的会计 她在我们的会计 后来她因为遇到车祸 遇到车祸 是很严重的车祸 那车祸使了她两年 整整两年时间 要动几次的大手术 包括眼睛 鼻子 耳朵 包括她的脊椎 包括她的背部 要动大手术 她能够活下来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她的容貌 确实是有 是很明显的看到是 是 改双过的 不是圆满的 是很明显的看到 那对女孩子来说 是很严重的一个打击 就是因为她过去 大家很喜欢她的预言很好 她的外貌也很好看 大家很称赞她 那现在这些 几乎都没有了 就几乎没有了 怎么办呢 她到底是谁呢 她最难的 不是身体的肤健 身体的肤健 两年过以后 总算可以走路了 可以开车了 最难的肤健 到底我是谁 因为过去她是根据 这些所谓外在的成就 来肯定自己是谁 现在这些外在的 几乎都没有了 那到底现在我是谁呢 我们看着她 我们也鼓励她 她也尽量的肤健 但是呢 无论怎么肤健 她的体力还是有限 已经 但伤害是没有办法完全肤健 所以她的体力有限 她走路会有一点点 来要弯着腰 马上来走路 她 体力要计算 不能说 我想要去多久就可以多久 她计算说 能够走多少步 或者能够走多几分钟 她的体力都是要计算的 那这样的人到底怎么办呢 这个结婚的可能性有吗 有结婚的可能性吗 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 我们认识她二十几年 居然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 但是她在这个过程当中 尽量把她的家布置的 像家 把她的房子布置的像一个家 有很多女孩子跟她住 然后就结婚就走了 不断的房课来 然后就结婚又走了 那她尽量的把她的家 布置成一个比较安宿的一个地方 然后她们彼此一起祷告 一向布置 布置 布置的伙伴都是 布置一阵子就走了 就只剩下她留在那边 但是她也认真地读圣经 如果像参加我们这培训班 她一定会把作业都四天做好的 她一定会把圣经章来语写出来的 我们要求什么 她一定都做的 然后她也是上很多圣经课程 神学课程 所以说她虽然一直没有结婚的机会 但是她不断的装备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 尽量成为一个独立的 一个喜乐的人 后来到五十几岁的时候 现在五十三岁的时候 有一次也是参加一个神学班 神学班 一个英文的神学班 她在铁车场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个弟兄 这个弟兄是从来没有结婚的 然后对神学班有兴趣 他们两个一起上神学班 居然两个人一见领重情 一见领如故 因为她过了这么多年准备 她不断的准备自己 虽然知道说大概不太可能结婚了 但是她还是好好的充实自己 让自己独立 在情感上 在知识上 在各方面尽量独立 大概五十几岁的时候 居然碰到这一个人 这是一个美国人 他们两个人就一见领顾 而且长得来 这美国人为什么喜欢她 她说她 这个美国弟兄 她说她参加美国教会 她也在神学院教新拉文 她说我见过这么多的美国人的女孩子 没有人对这些神学问题有兴趣的 居然遇到一个华人的女孩子 居然对神学问题 居然有这些见识跟兴趣 所以她很吸引她 然后他们两个就交往 就结婚了 所以她婚姻的时候 我说今天我的参加她们的婚姻 我相信各位非常有两句成语 非常一种我成语 第一句这种成语叫天作之和 因为他们原来不认识 居然还会一见面就一见钟情 这是叫天作之和 第二句叫做大器晚成 大器晚成 两个人到五十几岁 居然大器晚成 我并不说每个人都会如此 但是我们神的主权 对神的信息尽上人的责任 这是我们要强调的 我们一起祷告 天后我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不断的让我们遇到许多巧遇的事情 这些巧遇 当我们事后来看的时候 就知道原来这是慈爱的神 全能的神 在引导安排预备我们 当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引导之前 我们当做的就是像路德一样 像拿你一样 忠心殷勤进我们现在能进的本阵 当我们愿意装备你 当我们愿意顺服 愿意信靠你的时候 你就借着我们已经有预备的 来成就你奇妙的工作 这是各种奇妙的一件事情 你愿意引导我们 你愿意使用我们 你愿意在我们这些 有限的 有需要的人身上 来成就你奇妙的工作 所以要注意到我们相互的 像华师 像拿你一样 都敬畏神 都与神的亲密的关系 以至于当我们相见的时候 当我们有机会相交流的时候 当我们彼此碰见的时候 我们所碰见的 不是人的吸引力 而是神的 神的品格 神的内在美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彼此能够交流 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合一的生命来 感谢你这次你的免疫 给你继续引导在内容 祷告过来是基督生命 阿们 我们谢谢主人终于后回来 我要使你十分之后 请各位回来